要是你家老公稍微干点体力活就上气不接下气的话 记得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做个这样的活棒肉给他尝尝 很多人炒出来的活棒肉又老又腥 今天把我50年的经验全部分享给你们 剥出来的活棒肉把腮熬你给全部处理干净 去腥的关键在这里加淀粉、尿酒、白醋 反复抓洗淀粉能去除泥沙 尿酒、白醋能去除腥味 再剥洗干净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不脑的关键一 这是活棒肉的腐足 这块肉很多人炒出来 跟那个海底板的硬都差不多 我们可以用刀拍断它的纤维 再全部切成小长条 不脑的关键量 水开放入尿酒、白醋 活棒肉下锅烫个6秒左右马上捞去 这不是开玩笑了 举酒了就捞不动 今天三个做饭小技巧 要是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个免费的小红筋支持一下 谢谢 油液放入葱、姜、蒜、末、小米辣 大火炒去香味 一小包香辣紫醋酱才是这道菜的关键 用它做各种水产美食能去腥增香 炒出香味后来上一把小韭菜 给它翻炒七下 倒入火棒肉 淋上几滴芝麻油 用你加你最大的火翻炒十几下就可以出锅 信我的 如果你老婆不给你做来吃 你就做给你老婆吃 反正都一样